在我们要说明的部分的话是新增会员的权限 举例来说就是VIP或是VVIP 在左边账号最下面会有一个叫做Role Edit的按钮点进来 那我们要去针对这个部分的话 做一个会员的级别的新增 那我们这边设定的话会先选择顾客 先选择顾客代表说这个权限是一个一般的顾客 但是我们要建立另外一个会员的级别 在左边会有一个叫做Add Rule这个按钮 点它一下 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去新增它的一个会员的权限 举例来说我们这边叫做VIP 那我们这边显示的名字叫做VIP会员 那它复制的权限我们就要选择刚刚看到这个Customer的这个项目 所以我们这边只要按一下Add Rule 它就会把VIP会员建立出来 它这边就会多一个叫做VIP 那假设我们要建立第二个会员叫做钻石VIP 那一样我们这边按一下Role Add 那我们的名字叫做第一个一定要打英文 这个ID的部分因为它是系统字 所以这边叫英文加数字 所以这边可能叫VIP 那名字的部分可以打中文 我们叫做钻石VIP 那下面的部分的话 我们就会设定它的部分的话 也是copy我们的一般的会员 那我们新增完以后 我们就会把这两个会员的部分 做一个会员的项目的一个新增 那我们这边就完成会员的级别的新增 请订阅一下